吹牛大王历险记 第四章 我的助手们 只要我出现过的地方 孟豪森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传奇的代表 当然 人们通常都尊称我为孟豪森公爵 拥有这样的声誉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不过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如果没有我的那些得力助手 我也不会这么快就拥有这样的声誉 而我的助手就是我的猎枪 猎犬 还有马 今天 我就和你们聊一聊我的这些助手 在前面的故事里 我多次提到了我随身携带的猎枪 所以 他的故事就不再多说了 把时间留给我忠诚的猎犬和马儿 先说说猎犬 我养过四条猎犬 个个都忠心耿耿 而且是打猎的好手 其中一条还差点因为我而死掉 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结婚后不久 我的妻子想出去打猎 于是 我就骑着马带着猎犬先行出发 在前面领路的同时 先了解下猎犬的情况 而我的妻子子和侍从们骑着马跟在后面 当我猎到好几十只松鸡的时候 我发现妻子和侍从们还没有来 便命令猎犬待在原地守着我刚收获的猎犬 然后 自己骑着马沿原路返回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快 我就在一个很隐蔽的矿井里发现了妻子和侍从们 原来 他们由于不熟悉路 不小心掉进了这口矿井里 我连忙策马飞奔 从最近的村子里找来人帮忙营救 所幸的是大家只是受了些惊吓 并没有受伤 不过 打猎的行程还是就此取消了 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先休息一下比较好 所以 直接带着他们就回去了 接下来 由于公务繁忙 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外地出差 这一走就是十多天 当我处理完一切回到家的时候 突然想起很多天没看到我的猎犬了 难道 他一直执行着我的命令 在树林里守着松鸡 想到这里 我策马加鞭 飞快地往那赶去 等我到达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真让人热泪盈眶 那狗果然坚定地守在原来的地方 护着地上的猎物 不过 他看起来又累又饿 筋疲力尽的样子 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就算饿成了这样 他竟然一口都没有动我的猎物 死死地执行着我的命令 这不得不让我感动啊 所以 我把他带回去之后 细心地调养了一段时间 不久 这家伙又变得和之前一样勇猛激警了 几周之后 我的这条猎犬抓到了一只很奇特的猎物 那天 我发现了一只跑得飞快的兔子 可以说 这兔子比我之前遇到的所有猎物跑得都快 都快赶上闪电的速度了 我那犹如神迹人人夸赞的枪法 在这只兔子身上竟然也没有奏效 总是打空 这让我暴跳如雷 火冒三丈 于是 派出那条忠诚的猎犬去追那该死的兔子 不得不说 这条猎犬真是个勤奋而且毅力超强的好帮手 他追着兔子跑了三天三夜 中间没吃没喝 更别提停下来休息 终于 在第四天 他把那只让我恨之入骨的兔子带到了我面前 而这下 我才知道了为什么这兔子能跑得那么快 动作那么灵活 因为他竟然长着八条腿 没错 是八条 四条长在腹部 另外四条则长在背上 当他跑累的时候 就来个要子翻身 用另外四条腿跑 等再累了就再换 这样反复换来换去 他就没那么容易觉得累 速度自然就飞快了 八条腿的兔子虽然追到了 但是我忠诚的猎犬却因过度劳累而厌弃了 为了纪念这条忠诚的助手 我叫人用他的皮给我做了一件打猎穿的短外套 从此以后 我打猎再也不用带枪和猎犬了 每次我到树林里去的时候 我的短外套就一下子把我领到野兽们躲藏的地方去 而当我靠近目标野兽时 就有一粒扣子从短外套上掉下来 像粒子弹似的朝野兽射出去 而且发发必重 这算是我的助手留给我最好的礼物了吧 接下来 我要说说另一条猎犬了 这个家伙的奔跑速度那是相当快 简直是风驰电撤一般 所以 我给他起名追风 有一次 我的帽子被一阵风吹走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追风就奔了过去 转眼间 我就看到他叼着我的帽子站到了我面前 这下 你们能想象出他的速度有多快了吧 除此之外 我还养过一条母犬 一提到这条母犬 我就忍不住眉开眼笑起来 因为有次我带着它打猎时 它飞快地撵着一只肥胖的兔子 当它成功后 我骑着马去收拾猎物 刚一走近 就对眼前的景象大喜过望 因为我看到的不仅是一条犬和一只兔子 还有一堆小猎犬和一堆小兔子 原来 这条母犬当时正怀着运 而它追的那只兔子同样身怀六甲 它们跑着跑着就生下了一堆崽子 而那些刚出生的小猎犬 马上就加入了打猎的队伍 把同样刚出生的小兔子们给团团围住了 哈哈 你们说这算不算是天大的惊喜 说完了猎犬 接下来要说马了 我有一匹立陶宛的马 这匹马同样带给我很多荣耀和欢乐 那时 我在立陶宛一个名叫 波尔佐伯夫斯基的人家做客 当我和阔太太们坐在大厅里喝茶聊天时 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呼救声 我连忙从椅子上跳起来并冲到院子里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 是一匹桀骜不逊的马脱江了 正在院子里撒野呢 要知道 我不仅枪法很好 骑术也是同样优秀的 所以 我走过去 豁得一下子翻到马背上 并迅速抓住了江绳 这个性烈如火的家伙 显然不愿束手就擒 又是摇头 又是撂卷子 还时不时四处飞奔下 想把我从背上摔下来 可我是谁啊 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给轻松制服了 当我骑着这匹马得意洋洋的回到人们面前时 突发奇想的想给屋里的阔太太们 表演下我的马迹 便骑着马直接从窗户跳进了大厅里 而这一跳 刚好跳到了餐桌上 于是 我就骑着马直接在放了许多酒杯和碗碟的餐桌上表演了起来 竟连一只酒杯或一只顶小的碟子都没有打破 太太们被我的表演惊讶到了 纷纷鼓起掌来 而这家主人也非常高兴 就把这匹马送给了我 并希望我骑上他去参加抗击土耳其人的战役 取得卓越的战功 我是一个多么喜欢挑战的人 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于是我如那主人所说的那样 骑着马上了战场 至于战场上的故事 就留着明天再讲吧